又到了欢乐的周末 上分成了首要任务 玩谁这是个问题啊 每次到选英雄 要么就能量三个英雄 要么就纠结到最后两秒 还是选择那两三个英雄 虚威性大大降低 并且对其他英雄的技能并不了解 这就相当难受了 英雄吃这么浅怎么上分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英雄就厉害了啊 连续全方位加强了很多次 伤害坦度都很高 并且反杀能力和位移能力都非常出众 后期脆皮和半肉基本被击中一下 就丧失战斗能力 也是最不怕刺客突进的重担之一 除了打野 基本所有位置都可以稳稳拿下 出装名文很简单 轮回星野梦炎 出门88法船10%吸血能力 还有66点法术强度 法船可以在全局都能打出不俗的伤害 法强前期过度 后期10%的吸血可以完全做到不回家 无限续航 因为莫子的所有技能 包括被动强化普攻都是可以吸血的 自身护盾这么足 轻轻冰线或者消耗一下打打野 也就满血了 除了穿透 冷却缩减也是其主要功能 可以频繁使用一技能追击 逃生叠加护盾 二技能释放频率 也可以轻易的扭转战局 抓住机会 射的不准没关系 咱们就多射几次 这套装备也是目前版本 比较适合莫子的出装了 CD伤害穿透什么都有 后期根据对应局势更换个别装备部件 如果对面回血块 就把回响换成梦炎之牙 其他同理 装备的功能其实各有好处 比如莫子可以利用回响探测草丛 手要出的当然是回响了 轻线探测草丛 装备移速功能 都能让莫子整体能力高于大截 40%的CD和快速回栏功能 可以让莫子全程不需要栏buff 少量吸血配合爆炸伤害和护盾的衔接 无线续航就是这么简单 前期侧面打炮快速清兵 随后利用超远距离致言骚扰 周后期开团之前直接给对面一个下马威 先废掉对面后排或者全部打残 团战是不是就赢了一大半了 这个英雄基本没什么上手难度啊 需要学会的也比较少 轻微预判敌人走位 预判性攻击草丛 闪现大招 平时就拿二技能炮轰就行 后排射手和法师仅仅只是提缓击而已 想抓莫子的话 一技能和闪现的距离 估计没几个能追得上 再加上自身主动技能释放后的全方位护盾 可以让对面无攻而返 舒不舒服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抽奖环节了 只要关注后在本视频下方评论 点赞收藏转发的小伙伴 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会在本视频下方抽取一名幸运小伙伴 送出街头霸王一个 心动不如行动 连续一百期够大家爽的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